这个331案中和407案中 现场反映的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为一个人 那么408现场所反映的是犯罪嫌疑人为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驾车逃产 犯罪嫌疑人 袭击警察 袭击军人 他到底出了什么目的 抢尽武器应该是他的直接目的 至于背后的动机呢 目前还不好确定 不排除他有敌视社会 敌视军队的情形 这个问题提得好 这正是这三起案件严峻性之所在 案情呢 刚才刘维震与这个许商门二位都做了介绍 局党委已经做出了 对这三起案件进行川兵案侦查的决定 这三起案件 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 在景山区 在军界 在我们的公安机关内部 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受到了公安部 中央机关 最高层领导 和这个中央军委的重视 具体详细情况呢 一会儿呢 请这个 纪局长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同志们 我们警察神圣职主 就是要打击犯罪 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同志们 要完成这项任务 是很艰巨啊 大家对案情都做了分析 有两条 第一条 犯罪分子 在短时间内 联系作案 不排除它 有 以同样的方式 继续作案的可能性 在这里呢 我提出一个口号 我们要全力以赴 保卫子弟兵的安全 子弟兵 为迎风站岗 我们要抽到足够的警力 为子弟兵站岗 如果犯罪分子 胆敢出现 在第一线 就把它消灭 第二条 那辆面包车 是很重要的线索 不管实际山区 全市各分区 各交警大队 都要配合这次专案工作 把辖区内 所有的车辆 进行普查一次 一定 要把那辆 神秘的保时电 连包车 找到 注意都听清了吗 听清楚了 目前主要工作是查车 对 查车 我这里请大家几点 注意事件啊 第一 凡是北京牌照 蓝色运行连包车 都要进行登记 不能有数落 第二 四月七日 没有使出的车辆 必须查实 要有两个人以上的证明 三 特别是第三 就是重点 四月七日晚上 十点 到八日凌晨两点 这个时间 使出的车辆 必须进行 注意排查 搞清楚车辆 在为行止的路线 必须要搞清楚 明白了 这几项工作呢 市局已经进了部署 进行了部署 诸位下去的主要工作 就是检查录此情况 不能有输入 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了 有这本册子 就方便多了 这本册子呀 也不是很全 有些司机呀 始终未做登记 而且呀 驾驶员不一定就是车主 总统原因吧 有些车子在外地 不一定在本身运行 不过 有这几种册子呢 我想还是对我有帮助的 这些册子 我们可不可以带回去复印一下呀 复印还了立刻还还给你 可以 我们现在急事 要立刻赶回去 快 行动 东邮东邮 我是陆建民 我在RD区 面部是向南方方向逃算 看路 阿公 阿公快 你来这种 行 我马上就到 马上准备 来 来 来 这辆蓝色面包车 在接受检查时 突然掉头逃跑 引起重大嫌疑 在吕江局长的 进行部署下 石井山区警察 迅速将其抓获 经审讯证实 这是两名倒车嫌疑人 并挖出背后的 一个倒车团伙 但是与司令答案无关 总计 九十多个不空点 点上除了布置警力之外 还要组织机动力量 规模不小啊 部队上的同志 感觉有些过于不趣 我跟孙处长也讲 这不是过于不过于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在作战 对呀 是在作战吗 维队 马上打电话 通知武警总队 刑警总队 晚上七点 按照原来的计划 把抽调上的人员 集结起来 狙击官 各分局 都要抽到力量 参加布控工作 我看 我们是在打淮海战役呀 这恐怕 还要抽到几百人 还是要精兵强将 你最快的速度 拿出一份 具体的作战方案来 各警 各警种 不能搞分片包杆 一定要 混合编制 根据 布控点的要求 立即组织一百个战斗小组 而且每个小组 必须要有一名 有经验的刑警参加 把火力配备好 好 我马上会招手去办 等一下 我们的对手 不是吃素的家伙 上次2比6 让他给跑了 这次 只要他们一出现 立即把他们全部拿下 只要这小子一落头 一定把他拿下 从现在开始 咱们要配合 刑警无警 组成一百个战斗小组 保卫我们死的兵的安全 我提及这要求 你们记住 第一 要服从命令 少讲怪话 不能给咱们巡警丢人 第二 把你们的老婆孩子 都安排妥当 别经历请假 明天有事 听见没有 要有长期的作战准备 告诉同志们 这一点很重要 第三 要注意安全 跟同志们说 这次 不同往常 一秒钟都不能拉比 他们手里有枪 穷就极恶 咱不仅要制服对方 还得保护好自己 听明白没有 明白 你们 和你们的同志们 如果出了事 我拿你们试问 一个个 都活着回来见我 听到没有 是 好 叫同志们 收集一下 新的战斗伙伴 好了 散会 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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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晓晓 季局长 黄总啊 嗯 呃 不控方面的工作 嗯 你会很辛苦的 哎呀 理所当然 我们巡警 就是配合 刑警工作的 黄总队长 嗯 大家都准备了 大家都是为了案子 这话 永远不犯错 分组情况怎么样 已经就绪 出发 谁啊 我 别问你 你听出来了 你干嘛呢 你 干嘛 小小小小 小小小 我看 你叫什么 你干嘛呢 你自己到屋里边 你还锁着个门 你干嘛呀你 最后不出车了 这人怎么回事啊 还指着你出去赚点钱呢 你搞大好 赶紧还上人买车欠的钱 你倒好 在这儿喝上小酒了 你 喝还反了你了呢 行 我这心里烦着了 我干嘛你都别扰我 你扰他 给你打我 干嘛呀你 出什么事了 让人罚钱了 让人给骗了 我一猜你就让人给骗了 看你那样就像 我说从昨天回来 你就垂头丧气的 夜里睡觉都不好好睡 你们哪知道 我告诉你 这事可大了 比那大多了 遇上坏人了 可不 就是遇见坏人了 这坏人也没把你怎么着了 这可是 八百倍的没摊上的邪性事 可怕我会吓唤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告诉你 一个千万别跟别人说 说了 我可就没命了 有这么严重吗 真他妈撞这鬼子 你太冷的 前天晚上 我拉了一小子 这小子手里有枪 跟警察打起来了 帮帮帮 当场的调道了三四个 他哪儿啊 337 汽车怎么干 你这哪有什么啊 这是 这个 全新用的木板 来 到三级总的 十五千 好 来 干嘛 市政山地的那边 可有警察查什么证 你要是没在什么证 咱们去哪儿别找点娃娃 那就 那就去古城地铁站吧 去古城地铁站 您得再加五 请 来 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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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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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有枪 这可老的了 我这能剪条面不然 算不易了 那你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这事儿吓死人了 你该怎么办 你说你该怎么办 你自首去吧 我不能去自首去 我这开的是黑车 我就自首去 先蒙头 好保持这事儿 又方这条 也得八千万二八千 咱签这么多账 再签这么一大账 这得挣得哪辈子 能挣过来 是 咱挣点钱不容易 外部又欠了一屁股两位战 可是你要不去自首 那不等于包批坏人 所以我烦了 这两天啊 我一直都想这事儿 昨夜里睡不着 我起得抽了两盒烟 我可真拿不定毒液了 不行 我看咱们得去公安局自首 咱们家虽然穷 还发誓小事 这包批坏人可是大事 咱们小小的老百姓 别的不懂 这小事大事还分得清 不行 咱得去自首 让我发就挨把 那也必须让公安局 找咱们偷上去 走 咱们现在就去拍搜 哎呀 你让我再想想行不行啊 哎呦 你还想什么 走吧 还是不行 那个坐过我的车 我这要去自首去 他非杀了我 那咱们就更应该去自首了 趁他还没有找到你之前 让公安局把他给抓起来 那样咱们不就安全了吗 走吧 别犹豫了 不行不行 起码就玩不行 我现在这脑子乱着 这脑子我不落空了 要去也得明晚去 明晚我去还不行吗 好吧 晚上派所也没有个当家的人 明日早就明日早 明日早就明日早 明日早我也不去派了 这样派所管不了 要去这些分局 你别跟那家长 找四伙去 喂 苍明吗 早算 苍明在吗 他出去了 到手机没有 那换换我 怎样 那么真的是 下ica 五顺 昌明吗 别着急 没事 还是你潇洒 还有时间练拳脚 我呢 都快急死了 昌明 我昨天晚上想了个事 想跟你碰一碰 你看 是我过来 还是你过来 算了 还是我过去 公园的空气 怎么也比我这办公室好 好了 好 一会儿去 我现在 再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 犯罪分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普遍的看法 她是个退伍军人 我现在觉得 光这样认识还不够 你你说这看 你看啊 从案发现场来看 特别是 四零八案件 案发现场 遭遇战 双方在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他们抢先跳车 而且一跳车就先开枪 第一排呢 打了四枪 三枪呢 就打到我三人 紧接着呢 是跳一次逃窜 在逃窜的运动当中呢 就掉一次开枪 我打了五枪 四枪呢 打中车身 打破了轮胎 跳到击杀的司机 这些都能说明什么呢 弹空我看过了 军民本地 这说明它的射击技术相当高明 而且有着 非一般人所能聚会的 临场应变能力 对 这我们俩的看法是一样的 你先听我说 有问题我们再谈论 好 那先听你说 跟以上各种条件的反应来看 我觉得啊 第一 方机分子 有可能是个退伍军 第二 他很可能是一个 当过特种兵的退伍军 第三 他具备 特种兵里特种射手的能力 第四 根据现场 它的应变能力和反应来看 他极有可能 是参加过越战的 退伍军 第击是四分推 不错 这是现场给我们的提示 如果 这个推断成立的话 那就可以大大受限我们的侦察犯 你认为怎么样 不敢搞中 怎么 没有道理 道理是有 那 那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子弹 331案件 犯罪分子 抢枪呢 抢的只是空枪 枪里边并没有子弹 你也知道 按照条例规定 哨兵出长枪上岗 一般不带子弹 一周后呢 就发生了407408两起案件 可这支枪就射出了子弹 子弹的确是个问题 子弹的确是个问题 子弹是一个名义 犯罪分子 子弹另一个来源 不肯定了 这也证明了我的另一种推断 几个案发现场 这份使用的子弹 批号是一致的 这说明 这份收集子弹的渠道 是比较单一的 我们从查子弹下走 也可以大大受到我们的范围 你的第二点分析 我会掌战的 关于子弹问题 我已经找手做调查了 这是他 你了解4月8号凌晨 开发去那辆面包车的情况 我了解 知道 那辆面包车你认识 我认识 那车是我的 我就是那天晚上 看那车的司机 你坐吧 那你说一说 那天夜里 开发区都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呢 我正跟车上呢 开始的时候 一看你们那警车 那打我车 咱就逼我跑 后来没跑成 他又让我把车停边上 我一停下 他一下车 就打着他了 那里有声子咋了 爸爸 我有故意 什么故意 我那时候的司机托 你给我来一下 到我里去 那你说 这条怎么定 可以定为 接触 并能够熟练的 使用军事武器的人 什么样的人能接触 并熟悉的使用军事武器 不还是当定的吗 那不一定 好 我不跟你证 这条就按你说的定 还应该加上一条 那就是服务过刑 有过重大犯罪前科的 再逃人员 这一条 是不是又太具体了 可以把最后一项去掉 改为 包括 再逃人员 来 喝点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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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你既然已经看见警察了 警察打坏人的 你应该有安全感了 你为什么还逃跑 我从来没见过这阵 地上涨着三四个警察 满身的血 磕巴我给吓死了 那你说实话后来的过程 当时我这脑子一团乱 我这沿着这道 被吸睛一直扎下去了 半天都没敢回头 优优独播剧场上 驾车 驾车 这么晚出去干什么去了 我没出车 上鸟朋友家玩牌去了 回来晚了点了 这回家了 你车从哪儿过来 门头说 你把那个毛布袋子 扔到什么地方了 当时黑灯压火的 我也记不清了 可能是在叶川村那边吧 喂 局长 什么 出租车司机找到了 好好好 插名也在我这儿 好好我马上过去 好了 出租车司机找到了 吴建民他们已经询问过一次 我马上过去 我去市里安排室打电话 我去市里安排室打电话 那个乘车人身高有多少 不矮 大概得有一米七五以上 好像还高点 他穿什么衣服 那衣服 好像是军装 裤子我印象也是绿子 不过每天天太黑了 没看清楚 他长什么样 长相 长脸 颧骨挺高的 眼睛不大 眼睛底下有这个眼带 黑乌乌的 不对 眼睛说不好 我就是上车前 跟他说了几句话 没特别注意他 他身体重要是吗 庄 跟你弄完似的 他什么口语 他讲的是哪的话 普通话 是普通话还是北京话 北京话 我那天没跟他说几句话 就碰上警察了 你把你们之间的对话 再说一下 尽量说得详细一些 我问他 我说你去哪啊 他说 去三四级总战 我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他说是这个中修用的木板 后来我说 我说你要去三四总战 你得给十块钱 他说行 上车以后呢 我说 哎哥们 三七总战那边 有警察查什么证了 你要是 没什么证 趁早别找这娃娃去 他停了一下 停了一下就说 那是去古城立地站 我问你要是去古城那边 你得给家伙 他说行 好像 好像就这么多 你跟我们去一下市局吧 有些事情还需要你做 你们不会抓我吧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吧 我这可是主动来自首的 你自什么首 你耽误了两天 你知道这两天因为什么 我们出动多少警员 就为了找你这辆面包车 我 好了好了 来 坐 你有顾虑呢 我们知道 不过 你能转变过来 主动报案 我们还是欢迎 我希望 能继续跟我们合作 我可不是换人的 我们让你过去 不是要抓你 只要让你过去呢 去录一下音 另外呢 再详细地回忆一下 犯罪嫌疑人的相保 把我们做一下 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先马上就走 就这里 杨大方 杨大方在家吗 刘所长啊 什么风把您这大所长给吹过来了 他们是官分局的 找您聊一下情况 大娘啊 您家离公路比较近 您有捡到个像这么长的毛布袋子 没有啊 我这人也不爱出门 上哪捡那毛布袋去 那您家里人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毛布口袋呢 没见过 大娘 您别太有顾虑了 这个毛布口袋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 您要是看到谁捡着了 交给我们 我们会给他发奖金的 哎呀 你再发奖金我也没见过呀 也不说你给钱我就瞎说呀 他们说这可实话 对他毛布袋的确实很重要 您要是真见到了 或者是听到有谁捡到了 您要到派子找我去 告诉村委会也可以 发奖金那可真的 这是帮着国安部门做工作 哎哎哎 我听明白了 他说我确实我没见过吗 好了好了大娘 那我们就走了先 那你不进来坐了 改正再说了 走 走了大娘 再见啊 这杨大娘啊 觉得这么个脾气 人不错 就是有点健 这刘所长和媳妇挺熟啊 基层工作吧 尝下来走法 到我那边看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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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袋子我们谁也没见过 面包车司机也只是恍惚看了一眼 他怎么知道是毛布的 要是帆布的呢 再说了 他怎么知道是深灰的 要是浅灰的呢 我说你怎么能够废话呀 不挖什么袋子 只要有人捡到 就总能挖出来 要是那个司机 他根本就没把那袋子丢在叶川村呢 那就扩大范围 继续找 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叶川村的陈队长 这是咱们分居的卢队长 你好 我在村里票上联系会上 把牌所的意思讲了 发动群众 找找线子 下午我要去片里串了 确实没人捡到那条毛布带 陈队长是个半生认真的人 那就谢谢你了 有什么情况 咱们再沟通 李特朗罗队长 我看可以 来 诸位专家请 请 诸位呢 都是语言方面的专家 我请诸位来 主要是想让你们帮我解决一个难题 我这里呢 有几句简单的对话 我算了一下 十句话 七十九个字 我想请大家 在这七十九个字当中呢 帮我鉴定一下 这个讲话的人 说的是普通话 还是北京地方话 大家呢 不要有什么顾忌 不要有先入的观念 我只想得到一个 很客观的一个评判 主要是请坐 各位专家 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吗 对 好 我问他 我问你去哪儿啊 他说去三个街统战 我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他说是这个中修用的木板 后来我说 我说你要去三四总站 你得给十块钱 他说行 上了车以后呢 我说 那些哥们 三体统战那边 有警察 有警察查什么证 你要是 没什么事趁早 得找什么去 他听了一下 听了一下 他说 那是去古城里的站 我问你要是去古城那边 你得给家伙管 倒是行 好像 就这么多了 请再放一遍 你可以 再放一遍 我问他 我问他 我问你去哪儿啊 他说 去三个街统战 我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他说是那个中修用的木板 停 从上去去 怎么 他说是这个中修用的木板 他说是这个中修用的木板 那可以了 哪位教授先说 还是孙教授先说 还是许老先说吧 我觉得这个人 不是标准的地道的北京话 肯定的讲 这个人呢 他是在北京周边地区生活过 或者说是在外地 生活过的北京人 这里边还有个小小的问题 听录音 感到是一个人 在学着另一个人说话 模仿着本人的口音 很容易被带出到 被模仿人的语态之中 所以会产生一定的失真度 我认真分辨了一下 他本身的说话和学舌的话 还是有区别 最重要的区别 有两点 第一是木板这一句 还有地铁站口这一句 他自己用的是地铁站 而不是地铁站口 这是结论吗 是的 如果刘处长需要鉴定书 我可以在鉴定书上签字 我也是这个意见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协助我们工作 下面我来汇报一下 408作案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到目前为止 408作案组呢 工作取得了两下重大特特 第一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 408案发现场出现的面包车 及面包车司机 第二 根据原专家的鉴定 已经基本确认犯罪协议人的口音 嗯 他操作什么口音 是北京地方好 所以呢 作案组认为 该犯罪协议人 应该是北京本市人 其居住地呢 应该是在337路汽车总站 嗯 你有什么根据吗 第一 首案331高警电厂袭击哨兵一案 其案发地点呢 距337路汽车总站距离好近 首案呢在侦察学上的意义 我就不在这里重复 但他恰恰是能反映出 犯罪主体的自然情况 第二 犯罪协议人在于巡警发生冲突之前 所搭乘李明驾驶的面包车 去的目的地 也是337路汽车总站 第三 我们已经确认407408两起案件 军卫是一名犯罪协议人所为 408枪战是发生在 犯罪分子袭击完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返回途中 案发地点呢 恰恰是在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 于337路汽车总站这条线上 诶 老黄 你看怎么样 大家 有钱 有钱 你有钱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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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有钱